大批軍警克強實彈衝入紐約地鐵 感恩節反恐演練 擔心巴黎共工耐度上演 還加入炸彈背心客的威脅 連同國安局FBI 貼三角重裝戒備 歐巴馬還強調 台灣也是反ISIS的一員 塞爾維亞不敢釣魚輕心 進行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反恐演練 軍警模擬人質危機 直升機垂降特種部隊 還陸空連手救援 而最讓日本繃緊神經的 是明年伊士智魔獎舉辦的G7高峰會 我國安局局長在身體規定 安全確保 2016年即將舉辦奧運的巴西 反恐演練更是提升到最高節備 除了武力反恐 英國007跟反恐預算都準備好了 巴黎恐攻向全世界為安下戰鐵 反恐復仇者聯盟 全球布局 記者曾一針 張曼榮 王新駱綜合報導